分享2012年 我们当时候在印尼上课 有些同学录到的一些发续 你知道写乡愁诗 家乡的乡愁 发愁的愁 写乡愁诗 谁写的最好吗 那么很多学生答不上来 我说是台湾的于光中先生写的最好 于光中先生可能就是今天晚上 我看了学生跟我发短信 正在在清华大学做学术演讲 台湾非常著名的诗人叫于光中 他有一首诗叫乡愁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他的 愁啊 发秋天的秋哥哥心思相愁 那么为什么于光中先生相处诗写的好 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作家 也是台湾的 叫散文作家叫齐慕容 他是蒙古族 因为我的母亲也是蒙古族 我是汉子 我母也是蒙古族 所以说这两人相处诗 他们写作的水平 胜过了大陆本土的作家 为什么 我认为因为距离产生美 正因为背景离乡 飘扬过海 走到他乡 回过头来 回望这个祖国大陆那一片土地 他会感到 能激发起他这种对 列祖列宗 对古代文化 中华文明传承的这样一种强烈的事件 那么我想今天晚上这个活动 让我最感动的 感触最深的 好像我们正在共同的在 编写一首相处的事 我在这一点上 对大家表示深深深的敬意 我们来上课 为什么好玩呢 还有下半场 邀请老师 清唱 现在才公开十多年前的事了 好远上只留下我的情依 好远上只留下我的情依 我们都会唱 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 这个唯一不是我们唱 教授你这样 行 山东了 行 山东了 山东了 这这 唱得好 那那首歌还有最后那个 来来来 我没加速的唱一下 对对对 来来 我们唱 来来来来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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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拍你拍你 如梁就会来 当我 是 这 浑 来来 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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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